大家好,我是阿Li 今集和大家由巴騰亞去另一個小島 葛蘭島 今集一日遊的攻略 我們會帶大家用最便宜的方法去過島 島上的交通是怎樣呢? 租車什麼價錢 有什麼景點看 而且還發掘了一些很可愛的餐廳 坊間真的不多人分享過 在這個時候,不要論識你的訂閱 快點按訂閱鍵 按讚好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要過島玩,一定要找巴哩海道輪碼頭 最近的位置就是巴騰亞 這條晚上鬼死的微爛 弱肉強食的步行街後面 旅客如果在巴騰亞市中心 進來一般搭爽調車 10匹到30匹 要不就在街尾下車 要不就在中樓附近就可以下車 見到這棟永不完結大廈的前方 就是免費拍電單車的地方 24小時免費的 私家車就去旁邊了 這裡就有人會幫你拍車 大概30匹一個小時 過夜250匹 今天也有很多旅行團 如果不想漫遊船河的朋友 碼頭前面 就已經有很多快艇的 攤檔任君選擇 價錢就比杜倫貴五倍 不計開船的時間 全程的船程大概快一倍 那我們今天就選了最便宜最便宜的方法 現在就要奔跑去碼頭 因為一過了一班船 就要等一個小時 原來泊好車走到碼頭 都要十多分鐘 路都很長 大家自己收拾了 Pally High這個碼頭 都很多個上落船位 還有很多活動 特別晚上 很多不同的公司 會在這裡搞釣物魚 不同的派對 你可以即興在這裡報名玩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快點跑去A的碼頭 因為上不到船要等一個小時 角蘭島有兩個不同的碼頭 一個就在兩個出名海灘之間的Tawing碼頭 另一個就是勒斌碼頭 兩個碼頭開船的時間 和回來巴提亞的時間 都非常之不同 大家就要留意 我都會將有關的資料 放在文字蘭下方 這個方法過島是最便宜的 我們去角蘭 謝謝 我半卡 我坐在上面 你明明會游泳的 現在8點8個字 已經預備要開了 因為已經坐滿了 這艘船一坐滿 似乎就會開了 未必是真的等到9點 角蘭島有十幾個沙灘的 如果玩完真的沒什麼可能 所以一般來說 大家都是會玩七個主要的海灘 而每個海灘都有它特別之處 第一個就是多猴子的 猴子灘 不過沙石就比較粗粒 那裡可以見到猴子 如果你好運的話 第二個就是看黃昏日落美景 超正的沙尾沙灘 第三個Tan Beach 它有幾樣有趣 第一是爛橋 第二有一棵超孤獨的韓國樹 不過那裡水清沙又 都有很多水上活動可以玩 而且這個沙灘比較寧靜 如果你要我推介的話 這個沙灘其實也不錯 而我們今天的渡輪 就會在第四個Head Sand Wing 和Tai Wing中間 可想而知這兩個地方 就是特別的旅遊區 水清沙又 很適宜任何不同的活動 附近很多租車的地方 和很多resort 酒店 小店 總之什麼都有 嘩 應該不是心理作用 離開了巴提亞之後 差不多到國蘭島 水越來越漂亮 最後兩個 六號仔和七號仔這個沙灘 就最適合看珊瑚礁的了 八個字的船程 輕輕鬆鬆到了 整條橋也很特別 五角橋 這裏已經有很多水上活動了 金瓶船啊 快艇啊 這個灘好像太多人了 我們不如再走一下吧 碼頭下來了之後 剛才那個灘仔走出來 其實左邊就是這個大的灘了 好熱啊 今天這邊是有33度的 也挺厲害的 那我們走到這裡 就想租電單車 你看看 30分鐘 現在500克 10分鐘 這些800克 10分鐘 300克 10分鐘 這些500克 1個小時 1 2 3 4 3千元 拿便宜給你 一家人 100 1,800 1,800 車仔 1,000匹一日 那也包了油的 那也是那句 記住要檢查一下 然後拍下照片 看看車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1,000元就是Deposit 然後200匹呢 就貨一日 就不用輸油給他的 那現在可以出發了 想不到我們這麼快租到車 落里碼頭第一間就傾成了 那但是呢 其實整個海灘的沿岸 都很多間不同的租車公司 那大家如果有腳骨力 都可以去比較一下 有一件事要注意的 就是角蘭島裡面的主要交通 就是爽條和電單車 那如果不想開車的朋友 都可以去試一下 搭他們這些交通工具 來了第一個viewpoint 觀景台來的 在山腰那裡 哇 看完整個海灘 整個海岸線都看完 這裡美得好像poster 是 現在的手筆 有點挑剋的 立體的 不是普通東西 就是立體的 我來到這裡也看到 有些人在打卡 我都在等你和我打卡 我也在等你和我打卡 我也在等你和我打卡 好可愛啊 它的身是粉紅色 好像很高貴的小豬仔 有條金鏈啊 有條金鏈啊 我們要吃些什麼 你叫了些什麼 你叫了些什麼 你叫了豬扒 哈哈 哇 很軟啊 這些真的很狗 真的 它真的會軟 和小豬仔玩完之後 我們就餵牠吃這些 好不好 好嗎 可以嗎 我們先進來打卡 感谢观看 我們終於走了幾個小時上來了 其實不是 電單車來到這個景點 經過風車的位置 然後再上來就到了這個景點 但原來那些Golf Car是不可以上來的 所以真的要開電單車進來 比較方便些 如果這個這麼高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差不多整個島 還有遠望巴提雅 叫做進修眼簾 幸好今天不是那麼熱 不是真的糟糕 因為現在1點鐘剛剛天陰 變成今天的天氣很棒 車輪 我以為車輪鬆了 為什麼 下面那些 哇 有沒有45度 我們現在來了很多猴子的海灘 那當然什麼猴子都沒有 除了這些猴子之外 現在有人說 反正都下雨了 不如下水 哇好漂亮啊 下幾分鐘就下完了 立即雨過天清 真是神奇的大自然 有人準備好要游泳了 阿凡現在下水了 我們本身心大心小 打算過不過夜 我決定今晚應該不過夜 如果覺得適合玩 每隔個禮拜 再發掘一下景點 可以和大家分享 基本上珊瑚島 我覺得很值得來 海水比巴蒂亞更漂亮 基本上巴蒂亞的海灘 我覺得已經被快艇污染了 現在我們來了這個猴子 相傳說有很多猴子 但我現在一隻都未見到 應該好些 因為如果一有猴子 我又不知道它會不會過來拿東西吃 還是走來走去 可能我會比較害怕 這個沙灘我覺得挺好的 有綠色有岩石 又有海灘 很漂亮 不過海灘我覺得比較粗糙 最漂亮 暫時是我們租電單車的那個灘 那個灘的沙灘很幼滑 近乎米白色 反觀這個沙灘 沙灘比較粗粒 而且淋水之前 有些小石子 比較容易戒腳 如果在這個沙灘要下水的話 就小心一點 這些水都挺鹹的 不過就很清淡 又來了 池宿最廢 不可以超過池宿 現在變得很濕 這裡三十度左右 哇 好了 走那些橋 這條 這個灘的沙也很小 很白 沒有剛才那個石灘感覺 我們隨便找了一間餐廳 三百五十匹 炸得超級鬆脆 又說有棵孤獨的韓國樹 喔 原來在沙灘中間 掛了很多的珊瑚 在這裡 去什麼圓老呢 沖沖吃完一餐之後 我們就去 尾爾的景點了 我們就打算看完 河羅乃廟之後 再去 我們今早下船的沙灘慢慢玩 玩到盡 就搭船回巴亭亞了 這個路真是 哇 哇 多商多利 不是看他 是看他們 在這裡 原來有跳傘 可以載的 哇 河羅乃神廟 有個堂 是泰國版的摩西 當時救了很多泰國人 不過看完之後 我們要趕時間 要趕搭船 所以 都回到泰冰海灘 還車之前 不如同大家 由沙灘頭 走到沙灘尾 我們就更加知道 下次來玩什麼 就算你來了 葛蘭島很多次 都未必由頭走到尾 這次我們 就真的拍了給大家看 原來來到幾盡 又有一間幾大的餐廳 來得不少 有 這裡就是葛蘭島 沿岸的盡頭 你走回頭 就是我們來的碼頭 哇 多棒 一邊喝東西 一邊看著船 噴一些廢氣出來 這間真的對正這個海灘 這間真的對正這個海灘 外表很棒 有賣個大露台 哇 真的真的飛了出來 又下雨了 幸好我們差不多要回程了 有喝東西 我們剛剛上完船 只坐了5分鐘左右 現在就開始傾盆大雨了 差不多一距離了 伸淺一下 很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